你已经不属于云邪了 你已经 不再是他的刀剑了 白嫡之争 我军已全部陷落 如果南郡再起兵 你们都下去吧 我让你们都下去吧 是 你要做了皇帝 肯定是个昏君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试 想咋架是吧 给你做侍卫 小爷不干 给你 这是什么 你的侍女对靖叔说 太子睡不着觉 我知道他会担心你 我怎么敢说一个刺客的东西 我无心害你 专心致志 你的功夫才会长进 你在耍我吗 没有 殿下以前说过想和我学功夫 那我就告诉你修炼心法 本门功夫确实可以让你成为一等一的高手 但是你一边练武 一边想其他的事 很难经济 你偷看我练功 刚才殿下攻击我的忠父 心中却想着踢我的左足 所以才会一心二用 顾死尸笔 还有 你明知道我的破绽在内下 而且你也出对了权 却又想着直奔我的心房会更好 有时候 不遗余力地去攻击对方的弱点 才更有胜算 你是在指点我吗 吃饭的时候 就不要想练功 练功的时候 就不要想晚上睡觉会失眠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不要想大军被困该如何突围 因为你不在前线 不知情形 想破头也没有用 倒不如睡醒了再说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你会独行吗 因为我之前也被困扰过 后来我想通了 做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没有余力 就不要去顾及其他的事 否则 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若二十年前听到这番话 也许我的进境会更高 以你现在的年龄 你实在是不可多得 可 可 好了 魏国夫人 前面就到了 站住 我 国师命你护送我回侠妃殿 这还没到呢 别说是宫墙之内 就算走在乱葬岗上 也只有你坑人的份 谁伤得了你卫国夫人啊 这护送 多此一举吧 你一个小小侍卫 让你干吗就干吗 哪来那么多不情愿 小爷今天就是不情愿 你这么带毒 派我个面门重罪好了 脸酸嘴辣 可惜你救不了他 刺杀皇储 在历朝历代 都是死罪 他这是自作自受 罪毒负人心 你现在这么做 有你受的时候 我说的都是真话 天地可证 他自己都认罪了 你不用再为他明冤 如果你跟他 真是好兄弟的话 就帮他多少点纸钱吧 贱人 即使是紫秋 也要在彻查之后 秋后问斩 不是你想杀就能杀的 我跟他无怨无仇 我为什么要杀他 那就是初子复要杀的 你少污蔑好人 好人 佟领大人 来 开门 是 开门 是 开门 走 小孩 和我 好人 穴 露子 肚子 她呢 我 她别管我 她啦 我 知道我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吗 活着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没有 就说过 你夫婚双修 你一定是知道的 这一切 都只是个梦 一场噩梦 你怎么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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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臣严守 皆灵善生 天有日月 弘此易得 说人话 该干吗干吗 唱这些歌功颂德的好听话 有什么用 是 是 是 恶贼怀恨 狂犬废日 行刺黄刺 伤我国本 罪大恶极 人神共愤 当初急刑 以警效尤 你看一下 完了 完 完了 念完了 念完了 太子殿下 请下令吧 等等 等等 我做不到 是他亲口承认曾刺杀太子 亲口承认得咽下多大的委屈 我看他们说他是将真一个人啊 你昏了头了 那是你们不了解他 不 庆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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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我过够了替别人考虑的生活 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而活 你们都别怪我 对不起 对不起 烈阳 别怕 我在前面等你 庆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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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庆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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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高估自己了 朝堂之上 哪儿轮到你一个黄毛丫头来说话 韩光 卑职在 把他关起来 再不住口 一同正法 天不杀你 也好 昨日已死 恩怨良静 不要再回来了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 太子殿 太子殿下 摘姓仁厚 华衣仰德 相拥西风 看什么东西 看得这么入眠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今天一早 简夫人托人送来的 说是简公子出生之前留了话 若是他回不来了 就把这个送给我 也算是相识一场 他是说简公子回不来了吗 大军被围你不知道啊 简夫人倒是守信 可怜丈夫 却既情他人 如今大军被围 倒也不觉得简公子有多么讨厌了 原先恨他复心 现在看来复心的人竟是我 但愿他们能够早日平安归来 突出重围 那你要和他重修就好吗 我要劝他珍惜眼前人 怎么有个囚车啊 囚车上面是谁啊 出什么事了 你先站起来 我们过去看看 走 快去看看 说是刺杀太子的囚犯 被驱逐出境呢 快点快点 快去看看 说是刺杀太子的囚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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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搞错了 这不可能 别让他看到我们 他一定不愿意被我们看到 现在这副样子 别让他看到我们 他一定不愿意被我们看到 现在这副样子 是啊 是啊 好啊 怎么办啊 哎呦 是啊 是啊 来 你为什么放了他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 你难道不知道 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吗 他可以随时掐死你的 你看都看不清 我知道 知道女孩 你是不是傻 他效忠于自己的内心 他现在 已经不再是那个没有感情 冷冰冰地刀剑了 虽然他现在不会刺杀我 你还要杀他吗 他是你的徒弟 你还能杀他吗 如果我不杀他 如何能还阿丽公主一个清白 南郡国又怎能善罢甘休 我们还有五万大军 陷落在白嫡手里 若南郡再起兵时 遭殃的是百姓 而这些 略影都知道 所以 他情愿让你杀了他 他情愿 那是吗 怎么 太子殿下 想赦免他 我凭什么要赦免他 他刺杀黄蜀 本来就罪开万死 我凭什么要赦免他 你怎么不回答我 你是不是傻呀 我必须赦免他 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你骗我 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我用生命 换取你的平安 你却放了他 就这么白白地放了他 你知道的 他是风如歌的人 你跟我一样清楚 他在替谁埋名 我不确定 你难道看不出来 风如歌有多么在意他 小的时候 我和靳叔在朗运身中 抓到过一条蛇 我打死了那条蛇 靳叔哭了好久 你为什么要打死他 他万一要咬我怎么办啊 他咬你了没有 他咬了没 咬了没有 它是一条蛇 你假设他要咬死你 他是一匹马 你就说他摔死你 他是毛毛虫 你是不是说他要遮死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再也不理你了 靳叔 你别跑啊 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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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叔简直就是你的死穴 靳叔 那我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得轻巧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你 是我辜负了你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有多难过 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孤独 多心碎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南郡公主救了他 你和我已经铸成大错 百死莫属 不 是你 是你救了他